夏天到了是个减肥好季节 除了运动吃什么也很重要 排工时间比较长的时候 表示食物留在胃比较多时间 这样子就比较有饱足感 减肥要忌口但是又怕饿 食物在胃停留时间月酒 确实能增加饱足感 但真的有利减肥吗 需要消化更久的红肉类型 虽然有饱足感 但是伴随的油脂热量也不少 营养师建议这么做 建议就是蛋白质类型的食物 因为它等于是三大类里面中间值 你可能就是大概吃个八分饱就好了 然后胃就会慢慢缩小的状况下 你就不会这么容易有饥饿感 想要饱足感时间久 也不会造成身体负担有六样好帮手 包括地瓜 马铃薯 香蕉 鸡胸肉 水煮蛋 气泡水 在减肥路上达到事半功倍 营养标识上面它会写说 我是水加二氧化碳 还是水加一些碳酸饮料的部分 所以建议选择二氧化碳 对身体的影响度会最小 夏季就喝了很多的 因为太日喝了很多的饮料 身受量就高 而且它排工时间很快 不少人刚减肥 最常遇到睡前感到饥饿 专家建议选择牛奶或无糖 优格优弱乳 达到饱足感 又能减少胃的负担 也是减重的宵夜小法宝 这杨琪浩阳宗燕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